小S 小S貼出一段手舞足道的影片 寫下總算明天開學了 並配上一長串表情符號 慶祝暑假結束 其實小S早已發過自己崩潰的照片 抱怨暑假真的太長 如今終於要開學了 激動的心情全寫在臉上 影片也迎來打女兒不解 讓小S興奮表示你們總算要回學校了 而近期颱風逼近 不少人也擔憂會不會放颱風假 小S則搞笑恢復 少胡說不可能 不想面對的舉動直接抖了大家 而這段影片引起眾多家長的共鳴 黃紅蕾拉也效仿拍了一段類似的影片 明天要開學了 孩子可以去上課 開心到大叫喜悅知青真的一出一幕 只能說家長們真的都辛苦了 完全樂總和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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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